這個是發生在桃園市有一名徐姓女老師 她9次性侵了一名小六的男童 並且懷孕生下了一個小孩 那麼如今這個孩子已經兩歲多了 那麼女老師她在日前遭到判刑 17年6個月徒刑 根據《鏡週刊》的報導 有律師就點出了 未來如果這名女老師她要入獄服刑的話 孩子很有可能會交由生父男童來撫養 根據《鏡週刊》報導 判決書指出 該名女老師當時是國小五六年級班導師 利用職權多次在班上的休息室中 無視對方抵抗性侵未滿14歲的男童 並在110年5月懷孕後產下一子 目前該名小孩已經滿兩歲 本由女老師一人獨立撫養 不過未來女老師若入肩服役 那麼孩子該交由誰來照顧呢 而根據《聯合新聞網》的報導 律師呂俊傑認為 如果女老師提出請求認領之訴 那麼法院判生父認領 也就是受到性侵的男童 負起撫養責任的機率相對較高 若生父真的被判決因認領 就變成對孩子有撫養義務 如果已經入獄的生母經濟拮据 也可以提出給付撫養費訴訟 那麼生父就必須負擔 就算生父未成年不能維持自己生活 也無法免除只能減輕撫養義務 你在台灣你去花蓮玩的時候有沒有玩過飛行傘呢 你看到這個影片會不會真的是嚇了一大跳 有一名27歲的消息女子 她從嘉義到花蓮要去體驗飛行傘的活動 那這個是當時她的男朋友拍下來 準備起飛前的畫面 大家可以看到她當時這個是體驗的消息女子 那後面其實是有一名夜姓教練陪同的 可是在她們起飛前從影片當中就可以看到 她這個飛行安全扣環是沒有扣好的 是脫落的 所以導致呢這一名消息女子 她才起飛之後 只有短短的一分鐘就從10公尺的高空重摔 最後是傷重不治 而且當時她的男朋友跟閨蜜 是這一場目睹了全程 而事發過後呢 這個飛行傘的業者就強調說 我們都有做好安全措施啊 不過嘛 就像我剛剛說 這個關鍵的這個安全扣環 沒有扣的這個畫面 剛好有被她的男朋友給全程拍了下來 但是呢 業者她明明確說 他們有做好安全措施 可是卻連事後的這個GoPro的畫面 都不願意提供 還說畫面已失了 27歲的蕭女18號到花蓮縣 體驗飛行傘活動 可是飛行傘剛離滴約一分鐘 安全扣環就因為不明原因脫落 蕭女最終從10公尺高空墜落 當場失去生命跡象 當下陪同飛行的業姓教練 改至今緊急迫降 但還是來不及 在一旁等待的閨蜜 和小女的理性男友目睹了這場意外 李男的哥哥19號 向ETtoday新聞於提供起飛時的影片 從影片中可以看到 小女與教練跑了幾步離地 小女隨即向下滑約數十公分 並驚恐地在空中提動雙腳 事發後 業者也沒有對小女做CPR 而只是在旁邊看小女閨蜜 和李男做CPR 李男哥哥更指控業者在出發前 連安全扣環都沒有扣就出發 在警察局做筆錄的時候 業者還說他們的GoPro沒開機 認為業者想規避責任 鳳林警分局表示 獲報後已經進行現場勘驗 並查扣散具 報請花蓮地檢署相驗 全案初步朝過世致死方向偵辦 那麼其實剛剛大家看到那個畫面呢 就是在旁邊的這個小姓女子 她的男朋友所拍下的 那其實他們兩個交往了五年 原本呢 準備在下個月 已經預計要結婚了 結果呢 卻發生了這樣子的憾事 那麼這個未婚夫他就指出 他募集了整個過程 那麼飛行傘在起飛的時候呢 這個小姓女子呢 她就是半懸掛的一個狀態了 而且教練也沒有做出 破降的動作 小女未婚夫李楠指出 當時小女與教練飛行傘起飛時 她仍就在起飛場地旁觀 她目擊整個過程 她說飛行傘一起飛 就已經是半懸掛狀態 直指教練與工作人員 先前並沒有檢查安全背帶 起飛之後無線電呼叫教練 要破降 要破降 但是葉姓教練卻沒有做出破降的動作 而最瞭解 小姓女子和李姓男友已經交往5年了 本來預計下個月要結婚 沒想到發生意外天人永隔 讓家屬悲痛萬分 那其實這一位意外身亡的小姓女子 她在去年的2月就曾經到花蓮 出體驗飛行賽 那麼當時她體驗完 還在臉書上面發表了一篇文章 就覺得整個過程就像做夢一樣 真的是超級好玩的 下次還要再去花蓮玩 沒想到這次就地重遊 卻發生了意外 讓目睹的未婚夫還有閨蜜淚 無法接受 小姓女去年2月在臉書發文 貼出自己第一次玩飛行閃的影片 並寫道 那天下著細雨 伴隨著洛山風 站在海拔7000公尺的懸崖邊 卻讓我感到異常興奮 第一次玩飛行閃的天氣 雖然不好 但到現在 依然讓我覺得像在做夢一樣 沒想到就地重遊卻意外身亡 業者則回應 都有做好安全措施 疑似是因為小姓女反應乘坐不舒服 由業姓教練調整座椅 過程中扣還鎖頭不慎脫落 而之後 教練發現脫落之後 也立即緊急迫降 嘗試朝山邊來靠近 卻拉不住消息女子 才導致意外的發生 而這名業姓教練 經檢察官赴訓之後 認為是過失致死罪嫌重大 餘令5萬元交保 至於業者則暫時請回 檢方將禁訴一調查報告 和警方搜證 釐清事故的原因 以及造勢責任 現在呢就有過去 曾經體驗同樣活動的民眾 出來爆料了 說自己上個月的時候 也到了這一家飛行傘公司 去體驗 沒有想到在過程中 自己也是直接衰落 幸好當時卡在樹上 才撿回一命 痛斥業者 這種狀況 已非第一次 有一名男子 在ETtoday新聞雲的新聞貼文底下爆料 說自己的同事上個月也掉到樹林裡了 而且就是同一間飛行傘公司 而這名女同事稍後也在Dcar上發文 就還原了自己和同事們 在10月17號到花蓮員工旅遊 被安排體驗飛行傘活動 當天飄著毛毛雨 不過業者打包票說 只要不是傾盆大雨 都可以照常飛行 後來他們在山頂等待了二三十分鐘 換到這一名女同事上場的時候 卻只有成功起飛了兩秒 接著就直接急墜到樹林當中 而她也因此劈開肉戰 這名女子就指控了 業者因為集合處有其他的顧客等待體驗 決定不叫住戶車跟消防員 只給了她兩千元的紅包打發 而更令人生氣的是 女子因為重衰導致雙腿多處受傷 腰椎骨裂 是因為降落地點在樹叢當中 才成功撿回了一命 但是業者後續不但沒有關心傷勢 也沒有關心復原的情況 實際上網搜尋這一間飛行傘公司的Google評論 就可以看到有體驗的民眾 也發生過類似的情況 可見這種情況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除此之外 雖然業者強調早在2017年就有登記營業 而且教練經驗豐富 但華蓮縣政府調查之後發現 這間公司並沒有核發經營許可 而且業者只有戴飛的教練有合格證書 其他方面都是部分合格 並不符合標準 現在已經要求業者停業配合調查 接著帶您關心另外一起社會案件 在台南市的中西區大同路上有一間寵物店 在今天的凌晨發生了一場火警 那麼警銷貨包到場之後 這個火勢已經蔓延到一樓跟二樓了 火勢在大約三十分鐘之後獲得控制 不過店內一二樓大約有二十五隻貴賓 以及臘腸狗 都是活活被大火給燒死 至於詳細的起火原因 還有待調查理清 台南市中西區已今日凌晨發生一場火警 警銷貨包到場後一二樓已全面燃燒 緊急布下水線灌酒 火勢約三十分鐘後獲得控制 不過店內一二樓約有二十五隻貴賓 以及拉長狗被大火的蔓延活活燒死 幸存的狗狗還向警銷討拍 初步調查起火點可能是在一樓燃燒木柜 燃燒面積約15平方公尺 至於詳細的起火原因 以及相關採損仍待調查釐清